刚刚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 就是同学在那个这个画面 好像Vilcom一定要先关掉 如果Vilcom没有关掉 它旁边那个这一列会出不来 OK所以刚刚好像有同学这个画面出现有点怪怪的 那第二个如果说你要加专案 记得在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这个 Python的Marjor就OK 所以以后就是这一招就OK了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呢 你不用再重新下载 反正放低叠的话 你就直接再把什么 假设你下一次来的话 你就直接怎么样 假设离开对不对 那下一次来上课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到你的电脑里面 找到低叠嘛 然后有一个什么 Eclipse的Python Eclipse的Python打开就是这一个 那你下一次开起来的话 其实什么事都不用做 也就是Wallspace也不用改 按Lunch就可以了 那它就会自动帮你把那个上个礼拜到的位置 再开一下 那如果你那个哪个模组 比如说P1你就点两下 那它的程式就打开来了 在这边 那如果你要再执行它的话 上面有个Run 会把结果输出 不过呢 可能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字实在太小了 有没有 那如果字要把它放大的话 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哦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当以前的设定是要按 按什么 按右键吧 Preferness 里面的话可能它要在 这个General 然后里面的Color 然后找到什么Basic Basic里面的话 还要找到那个Tesl的Form 然后里面的话 如果你要设定字大小 你可能要再去把它改成16好了 14好了 按OK Apply and Close 字就14了 不过有同学可能 又要记那么多 如果你不想记那么多 还有个最快的方法 你直接按Ctrl键 再按上面的加号 按一下就放大一下 如果你要缩小呢 Ctrl键再加一个减号 记得要按上面的哦 不能按右边的哦 OK 加号右边有加嘛 你不要按右边的 你要按上面的 Ctrl的加就放大 Ctrl键就缩小 OK 这招还蛮好用的 有没有 而且如果 这太小 真的 如果有老花的同学 可能 看了比较辛苦 好 第一个 就是我们环境设置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写其他的部分了 所以刚刚讲到的部分 这边都有 那接下来的话呢 大概会有几个重点 所以刚刚的环境设置 已经都做完了啦 然后后面的话 我稍微说一下 就是那个 这个懒人包 怎么来的 那刚刚有同学说 如果这个环境 在那个苹果电脑上面 是不是也一样 其实不一样哦 它的版本不同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 不用懒人包的话 你可以自己到 Python的官网 你Google Python 第一个就是这个网页 里面的话 也可以download OK 你就把它download下 不知道安装啦 我这边 懒人包的好处 是什么都不用装 第二个 你可以到那个 另外一个网站 Equipus网站 你也可以Google Equipus 也可以去找到 下载的网址 只是说这个东西 它下载完之后 还要再做一些外挂 的动作 我觉得太复杂 太麻烦 因为之前的经验是 做完之后 一次上课 就没有了 四个小时 那因为我们只有 十二个小时 所以这个东西 太花时间了 我导步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 再到那个 网路上 自己再去玩玩看 或者把它 当成参考 OK 那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 再来的话 我们要进入 第二个单元 基本的语法 跟结构控制 那所谓基本语法 就是说 我应该把 这个资料放哪里 刚刚有一个 第一个 就是放变数里面 所以刚刚呢 我们这个范例里面 各位有看到吗 A 跟B 跟Sum 有没有 基本上 只要放前面的 这几个 都是所谓的变数 那什么叫变数 简单讲 就是里面 能够 值能够改变 的一个 在记忆体空间 它会产生一个 一个空间 存放资料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变数 OK 那 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说 以前的那个程式语言 如果你要使用变数 都要宣告 不过Python 不用宣告 那它怎么 产生变数 反正你第一次丢什么 给它 它的形态 就变什么 比如说你丢一个数字给它 它就是一个数字 你丢一个文字给它 它就是文字 在第一次丢资料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 对应的资料形态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后面这边就是 所以A 它预设值 里面原来是没有 如果你丢个3给它 里面就放个3 5的话呢 B的话就放个5 把它相加 最后丢到Sum Sum的话就8 最后把它print出来 就OK了 那Eclipse里面有个优点 就是说 以后呢 你打个 比如说print 你打个P 特别至于它的好处是 你不用全部打完 你可以用选的 有没有 然后点两下吗 这个后面就自动帮你产生了 那也就是说 这个环境 有些地方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可以减少你写程式的负担 OK 所以有些东西不用特别去背它 反正打个P printer就出来 那print什么呢 你就把这个上 把它丢进去 那我的习惯是 复制 贴上的话 其实拖拉加Ctrl键也可以 有没有 这样就OK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快速写程式 一定要这一招会 拖拉加Ctrl键 你可以复制贴 这等于复制贴了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还蛮快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呢 把这个结果给print出来 把它run一下 这边会出现8 但是你会发现 如果假设一个8 好像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楚 所以呢 理论上应该怎么样 我们要在这边加一个叙述 比如说加总结果为8 那你前面应该加一个什么 加总结 加总好了 加总冒号好了 OK 那我先把它切成中文的 这边加个加总 但问题来咯 你会发现 加个冒号 好 如果你今天 要串一个文字的话 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 前后请你加双远号 那如果你要串后面的东西的话 要用一个加号 这个叫串接 所以文字 一律都要有双远号 OK 不过特别注意 python里面 它用单引号也可以 不过我个人习惯用双远号 所以如果你们以后看别人写的书 用单引号 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它单引号也可以 只是个人习惯问题 那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8 所以应该输出结果应该什么 加总冒号8 但是你会发现 会有几个问题发生 第一个 把它执行 理论上呢 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 第一个它会执行 执行之后的话 它会跟你讲说 你这个编码方式 它看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预设的编码方式 不是YouTube吧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以后你要 你要再加一些那个中文进去的话 请你记得 再把你环境里面的Windows 有一个叫Prefurnies 跟刚刚一样 找到哪里呢 找到那个上 最上面有一个叫General General这边 里面的话呢 会找到有一层叫Workspace 这个Workspace 其实刚刚有出现过 这工作区嘛 那工作区的编码方式 请记得呢 干脆你预设 就把它改成YouTube吧 不然的话 它的编码方式 会造成错误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编码方式 用那个微软预设的环境 的那个编码 它会产生充码的问题 那个中文字会出不来 OK 所以怎么办呢 一 请你到Prefurnies里面 GeneralWorkspace 把这个改一下 OK 改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按Apply and Close 不过你会发现 改完之后呢 因为编码方式改变了 所以它这边会变乱 怎么办 没关系 这可能要再重打 加总 好 再重打一下 加总冒号 后面一样串个扇嘛 不过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刚刚的编码方式 应该没有错 不过呢 刚刚的错误 已经不再发生了 但是会出现第二个错误 什么呢 Type Type在这里的话 应该是指的是 TypeAir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的资料形态错误 什么叫资料形态错误 意思就是说 你print 如果是一个文字 再串接的话 后面应该也要是一个文字 可是呢 我们现在给它什么 因为3加5 加起来是8嘛 8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 它是属于数字 数字跟文字不一样 你两个要串在一起 它没有办法接受 怎么办 你必须要把那个上 要不就是什么 把它转换 本来是8 对不对 你要把它转成 这样的8 数字8跟文字8不一样 OK 特别重要 因为很多人 没写过程式 对这个比较没有概念 但是如果有 你会发现差很多 那怎么转呢 很简单 如果你要把那个 那个数字8 转成文字8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个上外面 包一个转换的一个函数 就可以叫STR 刮弧一下 然后后刮弧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什么呢 里面的8 所以这边就要转型 这个地方 加一个STR 其实就是把这个8 帮我转成这样的8的意思 那当然未来 如果你要把它 颠倒过来 比如说把这个8 转成这个的话 那这边就改成INT INT就是 把它转成 就是本来是文字版 转成数字 两边颠倒 这个未来会蛮常遇到错误的 因为如果你对于 那个资料形态给错 它就会出现Type A 你就改一下就OK了 所以如果我这边已经改OK了 那我把它执行看看 结果会不会OK呢 执行 这个时候就出现我要的 加总冒号8 这个是我们最后要看到的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请各位注意 一请你先到PriFurnace里面 把这边记得 位置稍微记一下 我记得好像在讲义里面也有 把这个位置 Workspace改一下 这个等一下一定要做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在SUM前面串一个双引号的加总 然后要串接用加号 后面记得用STR STR就Stream 这个刮在外面 这样结果就OK了 应该没问题吧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click 中文字幕——YK